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义地区就地名叫做侏罗山 在台湾开拓史上占有一些重要的地位 家义更是汉人大规模移民的第一站 当年海上冒险家严思奇与郑之龙率领大批移民渡海来台 从家义笨岗登陆一路向东挺进 就扎营在侏罗山 就是现今的家义市 家义市的古庙很多 最早又有创建年代可以考证的 就是家义城隍庙 建于清康熙23年 此外在乾隆年间创建的 有奉寺妈祖的朝天宫 奉寺无险大地的亡灵宫 供奉宝生大地的武宫 保安宫 及供奉地藏王的北殿地藏安等 位在嘉义市无奉北界的城隍庙 是由三川殿、拜殿、正殿所组成 后殿则为现代钢筋混凝土造 六层楼高建筑 建筑平面格局成功自行 方位坐东朝西 是典型的街乌式的庙宇 现今城隍庙为泉州西底派 匠师王锦木主司其事 在日居时期昭和十二年 民国二十六年重建 具传统建筑特色 为典型的街乌式庙宇配置 建筑规制富丽 三川殿精致大方 拜殿装饰巧夺天宫 正殿庄严肃穆格局尊贵 呈现空间秩序的美感 嘉义城隍庙建筑 在展现大木匠师泉州西底派特色 尤其在钢木斗拱上 使用技巧纯熟 样式多变化 在三川殿部口上 就有相当精彩的表现 而藻井天花之运用也相当的频繁 三川殿正殿内小巷长方形 拜殿八华藻井做法 构思相当的奇巧 在三川殿与正殿之间 留设中平 就是所谓的天井 两旁则设有廊道 廊道上可以摆设寺庙拥有的 宿径、回避等指示牌 正殿的平面较为严谨 殿内有四根高大的柱子顶住屋顶 称为四点金柱 殿内分为中刊与左右刊 供奉主要神奇及配四只其他神明 另外我们仔细地观察 城隍庙龙柱龙柱和石狮 发现龙柱和石狮都是比较偏北方的建筑 而屋顶则是闽南式的建筑 三川殿屋面为甲四锤 也就是在硬山的中央部分上 添加一层歇山之屋顶 近身十三架 即行居中 前后对称 前部口做如意斗拱钢木 上至天花 后部口为卷棚喧郎形式 出岩斗拱组皆以吊筒作收 三川殿正立面及龙虎堵 都是以石构造为主 海龙面上水车堵 一系列的胶纸桃及泥塑彩绘 人物刻画生动 都是民族艺术 在庙宇建筑中常见的装饰物 而正门的门神彩绘 是为彩绘大师陈玉峰的大作 也是主要文物 代殿的八卦棗井 是出身大木匠王毅顺世家的匠师 王锦木先生所承包 对木雕艺术表现身具特色 依结构性的强弱 分别着以浅雕或透雕 正殿部口及刺尖看架斗拱 全由准卯斗成 不用一丁一铁 将亦巧夺天宫 早颈四角各有一只蝙蝠 意味着赐福 每边都有两位仙女 称为仙女散花 位在巴掌溪北岸弥陀寺 西方五百公尺处的巴掌溪亦渡口 设立年代早已不可考 据传是康熙五十四年 西元一七一五年 当时支县周中宣曾经在此设立渡口 编乏纪人 此一渡口是当时出侏罗城南门 是来往府城的要道 人车往来频繁 是交通最热络的一个巴掌溪渡口 道光二十七年七元一八四七年十月 在渡口北岸设立巴掌溪亦渡碑记 最成为亦渡口 由政府与地方乡生出资雇用渡夫 免费搭载居民渡河 民国十二年兴建铁县桥 后来更因为交通量增加 铁县不堪负重 乃于民国八十年在桥东侧新竹水泥桥 民国七十七年 内政部指定为三级骨鸡 骨鸡保存区除了异渡碑之外 还包括一鸣塔 一鸣碑 凉亭等 位在嘉义县六角乡的王德禄墓 是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 西元一八四四年三月 是从一品太子太师王德禄 及其原配范夫人 济世陈夫人的营墓 王德禄自摆游 浩玉峰 为侏罗县西宝沟伪庄人 也就是嘉义县太宝乡 祖籍江西省建昌府南城县 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耕吟 西元一七七零年 足于道光二十一年新丑 西元一八四一年十二月 享年七十二岁 年少时就热爱 孙无知识的王德禄 由于年幼失事 幸得赖长嫂许氏浮育 十五岁入五阳 十七岁那年冬天 台湾中部林爽文之便 攻陷诸罗 乃前往府城 征目一勇五百名 在次年随大将军福康安 收复侏罗 征战有功 授迁总赏戴花林 嘉庆初年 敏月沿海盗贼横行 其中一海寇菜迁及猪喷 为害罪裂 经常出没海域 劫船掠获 阻挠商务 福建水师提督 李长庚奉命绞讨 王德禄与秋凉宫 随行为辅 经常以护送兵舰平安出扬 而受赏着生 嘉庆十年遗丑 西元一八零五年 蔡迁进犯澎湖及路尔门 王德禄又随着李长庚赴脚 颇有斩获 邵家总兵衔 西元一八零七年 李长庚追蔡迁于黑水外洋 不幸中允命 由王德禄接任浙江提督 同领敏浙兵船 后已调任福建水师提督 于十四年以四八月 西元一八零九年 在与浙江提督秋凉宫合力尽脚 奋战两九 终于将蔡迁歼灭 进封二等子爵 赏代双眼花灵 西元一八二一年 王德禄再任浙江提督 隔年六月因病申请回籍 随后寄居在厦门隐居山林 道光十二年 仁臣西元一八三二年 嘉义地区张炳为乱全台震惊 王德禄以国家安危 启荣奸贼谋逆 乃昭木义勇五百随水师渡台 驻战有功 加太子少宝贤 西元一八三六年 嘉义乱民 沈之等纠重劫掠 王德禄守城得利 尽太子宝贤 中英鸦片战争时 奉令住房澎湖 因为积劳成疾 卧病不起 一生忠贞宝国的情操 表现于疑训中 此身虽莫此心不灰 身未能颤逆宜 此当为利己贼 轰厚追赠 伯爵尽太子太师贤 王德禄木卫在辽阔的田野之中 占地两公顷多 因太子太宝 进封太子太师贤 官从一品 按传统领寝规矩 一品官木前 十颗用十人 十马 十羊 十虎 十望住个二 王德禄木前的十颗次为十翁重 十马十羊 十虎各一队 与规矩相符 新港水仙宫位在嘉义县新港乡南港村 是国家二级古迹 传说中 古奔港有两座庙 清康新年间 兴建侏罗天后宫 专祀天上圣母 乾隆四年 兴建水仙宫 专祀水仙尊王 邪天宫专祀官圣帝君 而于嘉庆年间洪水泛滥 三庙都被冲毁 乃在嘉庆十九年重建水仙宫 专祀水仙尊王 道光二十八年建后殿 专祀官圣帝君 现在庙宇经过几次重修 分为三殿 前四天上圣母 中四水仙尊王 后四官圣帝君 新港水仙宫 是一座三进两郎室的庙宇 坐像与道光时期的记载类同 前定开三门 有青斗石石正于中门两侧 中坎上湿头门毡突出 雕刻精细 左右门门就十面刻有 奔岗地区 庙宇建筑常见的浮雕图案 拜殿正殿 供奉水仙尊王 以主神大宇中座 雕像硕大 相貌和蔼慈祥 拜殿设供桌 佩似圣母妈祖 最后一进的后殿 则安奉官圣帝君 奉天宫 源在侏罗县外 九庄奔岗街 清康熙三十九年 西元一七零零年 由当地居民和建 主寺魅州妈祖 康熙末年改名笨岗天后宫 嘉庆四年笨岗西泛滥 笨岗市街 被分为笨南港及笨北港 天后宫也被洪水冲毁 庙内神明及文物 暂时移到麻原寮 厚称新南港 就是今天的新港 赵康熙堂内安奉 当时有住持景瑞发起建庙 经福建水师提督王德禄 捐奉及十八庄人士 共同捐赞 在嘉庆十七年落成 名为奉天宫 奉天宫内 供奉乾隆年间 山洪漂流的张木 磕成的大妈 二妈及三妈神像 但因为当时溪水阻隔 奔北港姓众 朝拜相当不便 经王德禄协议后 将大妈刘本宫 二妈分寺北港朝天宫 三妈占功于提督公馆 到了新港六星宫建成后 宜驾供奉 现存的新港奉天宫 坐北朝南略偏西 位在新港乡大新村 新明路与中山路交叉口上 正对着中山路 是一座三开间四近带 左右护龙及中古楼的建筑 三开间的前殿 正面以石雕为主 是少见的风格 清道光六年 嘉庆年间奔岗西遭洪水泛滥 奔岗天后宫信徒 仍见一庙 就是金香传元天后宫的三妈 由水师提督王德陆将军 请到西北六星宫奉寺 庙内有道光十九年 王德陆将军赠扁 现存的六星宫 坐北朝南 正对着通往嘉义县政府 及水上交流道的六星桥 是一座三开间两镜两廊 带左右护龙 及中古楼的庙宇建筑 庙前前程开阔视线良好 三开间前殿正面 以石雕为主 多为日据时期的风格 前沿柱已改为青斗石雕 双盘龙柱式 是近年所作 后沿柱仍用古仆的 单盘龙石柱 柱顶出现琴横与书画雕刻 是其他地方罕见的做法 正殿四点金柱用郡柱 柱内安恒长行的八角早景 早景后方的中央神龛 供奉圣母妈祖 上有王德禄 孙王顺继重修的水德真光匾 神龛左侧 福德正神 正殿另外设议殿 左议殿四观音菩萨 右议殿四观圣帝君 左右护龙及钟楼 是近代所见 大士爷庙 是建于清朝嘉庆初年 民国前六年大地震后 着手改建 目前的大士爷庙 坐西南朝东北 是一座三进三开 带左右廊道的庙宇建筑 面宽小 近身大 面阔较宽的中央部分 是大士爷庙 前定外延装修为石雕刻强堵 反映出历次修建时期不同的做法 山门为钢筋混凝土造 歇山硬尾峭极屋顶 左山门额体开张圣王 右山门额体开台尊王 以中城区隔 左右廊道和前殿联系的第二进正殿 为主要的祭祀空间 前沿柱为六角缩柱 彩绘龙纹 神龛内以弥塑葡陀岩为背景 主寺大士眼神像 慈祥和蔼状 看前左右 分立伟陀菩萨 前蓝菩萨坐像 左右山墙 面配四十八罗汉 正殿开圆拱门通往左右配殿 左佩殿即漳州人的守护神 开张圣王陈元光 右佩殿四开台尊王正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